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2号的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杜德利12号表示 目前要判断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仍太早 他还表示美国渴望继续在就业以及通胀率取得进展 让美联储在近期开始加息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好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环境保护署施工不当 导致科罗拉多州一座废弃矿山的废水外泄 阿尼玛斯河 圣湖安河等多条河流变成色泽诡异的毒河 据了解 超过11300吨废水泄露到附近河流 其中包含高浓度的参 铁 拱 铅 以及其他重金属元素 截至9号 污水仍以每分钟1.9吨水量的速度排放 除科罗拉多州 犹他州 新墨西哥州等地多条河流面临污染 更糟糕的是 与受污染河流连接的犹他州鲍威尔湖 是美国西南部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 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破10号宣布 该州进入灾害紧急状态 他介绍政府将动用50万美元紧急情况应对资金 用于这起污染事件的善后事宜 另一方面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的发言人星期二表示 他将把自己担任国务卿期间 用来收发电子邮件的私人电邮服务器 交给司法部 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 使用私人电邮账号仪式曝光后 批评人士指责希拉里试图隐藏 具有争议的电邮内容 包括涉及美国驻利比亚城市 班加西领事馆2012年遭恐怖袭击的电邮 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说 他希望希拉里·克林顿的 至少四个电子邮件在发送时属于机密 而且其中两个被视为高度机密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高保密级别 未来几个月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对希拉里·克林顿 私人电邮服务器的安全性展开调查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当地时间8月11号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发生救护车和消防车相撞意外 造成12人受伤 目前并无生命危险 失势的消防车侧翻 救护车车头亦损毁 此外 在该起撞击事故中 消防车还撞上另外一辆车 事故发生时 救护车正接载一名老太太及两名陪同儿童赶去医院 而消防车正赶往救火现场 两架车同属同一间消防局 在高速驶经一个十字路口时相撞 据目击者称 两辆救急车在行驶时都打有警示灯 报道称 迈阿密消防队副队长皮特·格迈斯表示 目前上南断定哪辆车为过错方 他还补充到 伤者包括7名消防员已被送往医疗中心救治 美国当局11号表示 美国的股市交易员与乌克兰黑客联手 窃取机密的企业新闻发布资料 5年来非法获利多达1亿美元 美国纽约及新泽西的大陪圣团起诉9人 被告涉嫌在过去5年 通过入侵多家企业新闻通讯公司的电脑 获得企业新闻资讯 再利用数小时至3天的时间差 在美国 法国 俄罗斯 乌克兰等在内的全球多地 进行股票交易 9名被告包括2名乌克兰电脑黑客 6名证券交易员 以及1名地产发展商 被控证券诈骗 电脑欺诈 及串谋洗黑钱等罪名 其中5人已被捕 这是美国检察官首次对涉及黑客 获取内部信息的证券诈骗计谋 好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被受关注的加拿大参议院受惠案 今天上午开庭 总理哈勃的前参谋长奈杰尔·赖特 将出庭为参议员迈克达菲 刑事审判提供证词 赖特的证词对这次法庭审判 和正在进行的联邦大选至关重要 他将就之前给达菲提供9万加元 来弥补非法挪用的参议院经费问题 给出解释 赖特和达菲两人之间的金钱交易 导致参议院饱受三项罪名指控 欺诈政府 行贿和违背信托 赖特坚持称 他把9万加元交给达菲 是为了免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来弥补开支漏洞 虽然总理哈勃明确表示 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这起案件却引起了各反对党 对哈勃领导下的政府的质疑 接下来是我们全新的财经板块 美股收盘 让我们现场来连线一下 在纽约的特派记者Maggie 你好Maggie 今天美国股市总体的表现如何 人民币在大跌是否影响到了美股市场呢 好的 主持人 周三美国股市是低开低走 导致一度下探超过200点 午后的跌幅缩窄 那么人民币已经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 大幅的贬值 继续是对全球金融市场施压 令人担心的是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 导致已经是出现了经典的卖出信号 收到人民币汇率是连续两天 大跌2000点影响的市场是预测 美联储在9月加息几乎是已经没有可能了 那么今天美元指数也是跌掉了1.5% 银行板块是在今天领跌 同时美元指数也是跌破了50天的均线 那么银行股看涨3倍的ETF 代码是FAS 大跌了5% 那么投资人是猜测 美联储可能会被迫推迟加息的时间 同时人民币的突发贬值 是对于美国市场当中的重要的跨国公司 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以苹果公司为例 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地区 亮丽的销售成绩就要大打折扣 好的 Maggie 那么个股方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呢 我们都知道阿里巴巴股价出现了暴跌 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吗 好的 美国零售巨头 没吸百货业绩遭遇了滑铁炉 显示出美股的收益是64美分 不及预期的76美分 营收也是同样出现了下滑 造成其股价重挫了4% 那么今天的美吸百货市宣布 将会于今年的下半年 独家入驻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商城 说到电商呢 中国电商的竞争 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那么日前呢 阿里巴巴宣布联手苏宁电器 来挤压京东商城 今天的京东商城 以及阿里巴巴的股价呢 均是暴跌超过了4% 中概股的领头羊 阿里巴巴公司的股价呢 是深陷入了低位 今天最低的是下滩到71美元 创下了阿里巴巴去年上市以来的 历史最低记录 那么相比起IPO10呢 是股价已经跌去了36% 我们来分析一下 阿里巴巴这一份 起优参半的财报 首先呢 是华尔街看重的 营收呢 虽然是同比增长了28% 但是呢 是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值 其次 美股的收益呢 是比分析师预测高出1美分 但是啊 这个数值呢 并没有让投资人满意 要知道阿里巴巴呢 在上一个季度的美股收益呢 是高出了预期值7个美分 不过啊 这一些呢 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呢 是阿里巴巴目前遭遇了 中国经济减速的问题 这代表着中国消费者 正在推动的消费呢 正在减少 而此外 阿里呢 将有市值呢 是15.79亿美元的股票 将会在9月19日 解禁流通 近期的波动可能会持续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Maggie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凤年微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